日前确诊刚结束自主健康管理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号召女性县市长联盟齐聚台中拼光光挺姓平 也是九县市女地首长选后首度合体 我们这十位的女性县市首长 非常的珍惜执政机会 我们会更加的努力 好好的表现为您服务 让社会大众对于女性县市长 有更多的认同支持和肯定 我们不但为女性团结和谐 然后为女性的一个许多的权益一起努力 达到一个性别平权 那也就是达到一个SDGs的一个目标 这就是我们想每一个县市长的交流 女性县市长联盟希望从中台湾出发 不分区域党派展现高度民主素养 每位女性首长也带着各自的 观光吉祥物推广当地闭丸景点 不管是中台湾的平台 还有我们现在的几位女力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随时随地都让我们感受到温暖 在我南投县我需要协助的时候 我透过哪个平台 我都得到了非常友善的一个回应 现在的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呢 对于女性有越来越多的期待 那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 是在地方的大选当中 有这么高比例的女性能够担任县市首长 我想这也是代表着县市首长的这个职位 大家对于女性的这一个认同度 也越来越高了 女力县市交流活动是 继终台湾区域治理平台之外 另一种跨域合作模式 希望透过女力团结的丰沛能量 为城市发展带来积极的影响力 记者有保证白兵齐李纯远台中报道